跌至大跌的小银行 積極的高尾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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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非常大 因為環球股市 在3月份的總回報 下跌了13.5% 其中美股的導指 单季更加跌23% 1987年以来是单季最大的跌幅 港股也不是好得很多 曾经跌穿22,000点 到2017年以来的低位 至于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恐慌指数 Volatility Index更加升到82.69 这是创历史新高 而且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期 反映市场的避险情绪 已经去到高峰 事实上资金因而一窩蜂 涌向避险资产 例如黄金 曾经做出七年高位 达到1,700美元水平 至于美国十年期国债资息 亦一度调到0.3137厘 都是历史新低 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在市场上 找一些与传统风险资产 相关系数比较低的工具 用来分散风险 像黄金和债券那样 这次环球央行就联手减息 预计低利率水平会维持一段长的时间 虽然不少人说 买日黄金没有息收 不值得投资 但其实看回环球 很多成熟市场的债券资息率 已经跌至负 如果比较起来 黄金好像还有吸引力 另外疫情继续 短期内仍然成为 环球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 加上国际油价仍然大幅波动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就举行了 都为环球政局 以至环球金融市场 增添不明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 相信黄金仍然成为 一个焦点的避险工具 其实黄金投资种类有很多选择 包括金矿股、黄金ETF 以至紫黄金 投资者可以因应自己的喜好 以需求去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产品 其实债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债券和其他资产内的相关性 比较低 可以分散投资组合里面的风险 而且债券有很多选择 除了不同国家货币之外 还有可以选择不同的债券发行机构 包括不同地方的政府 或是当地著名的半官方机构 和国家机构位置 世界知名企业 投资者可以从中慢慢挑选 银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银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银行有提供多种黄金投资产品 像紫黄金、黄金ETF 投资者可以很轻易地买卖得到 与此同时 银行亦提供不同的债券投资服务 包括多种主要货币 和不同的债券发行机构 发行的债券和存款证 投资者还可以挑选投资级别的企业债券 经济前景不明朗 股市又继续波动 投资者谈记 在投资组合里面 加入避险资产 就可以平衡到风险和回报 走啦